林峰自报今年计划生二胎,她已经征求女儿同意,女儿说想要妹妹,1月19日林峰接受了港媒的专访,在专访中,林峰罕见谈到与妻子张新月的相处,以及跟三岁女儿格格的妇女互动,众所周知,林峰在2019年与太太张新月结婚,不过两人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举行婚礼。 林峰在访问中并未提到补办婚礼的事,可能还暂时没有安排吧,林峰对女儿赞赏有加,听到女儿就笑得合不拢嘴,可以说是十足的女儿奴,尽管工作很繁忙,但是林峰仍然会尽量多抽出时间陪伴女儿成长。 林峰 今年二月女儿放寒假,她直言不想错过,尤其她现在三岁多,是最有趣的时候,她真的很搞笑很开心,据悉,林峰为了保护女儿,在近日还弄伤了脚。 对此她说道,无所谓了,因为抱着她,不小心跌一跌,我要护着她,不过没事的,我们拍戏经常受伤,因为伤到筋骨需要点时间休养,已经复原得很快,只是半个月已经可以行到。 最紧要女儿没事,为了兼顾事业与家庭,林峰把家人安置在上海,女儿也在上海读书,这样她在上海拍戏结束后就可以直接回家。 被问到女儿是前世情人,林峰满脸幸福地表示,是的,她口才很厉害,现在的小朋友资讯很丰富,营养也特别充足,才三岁她已经会说很多话,而且学习得很快, 性格都像我,是个开心人,很乐观,小小年纪已经懂得自我安慰,尽量不让自己不开心,她也很喜欢音乐,听见音乐和节拍就会忍不住动,女儿长大后如果想要进入演艺圈,会否同意呢? 对此她说,暂时没有打算过,等她长大后会有自己的想法,作为父母,她会给女儿提供不同的选择,会引导她多接触自己有天赋的方面。 林峰还感谢太太张新月,称太太照顾女儿都是亲力亲为,很多事都需要她操劳,才能让自己安心工作,但回家后她会帮忙,毕竟照顾小朋友很辛苦,学校的活动都会去,但由于自己经常到处飞,大部分是太太去。 林峰还喊话好友吴卓熙跟黄宗泽快点结婚,建立家庭,否则没办法插嘴跟大家一起疗愈而今,真是很搞笑了,被问到她会否想要追生二胎,她坦言有,并称已经与太太商量过了,打算在今年造人,女儿都三岁多位了,她觉得需要多一个亲人,为此,她也问过女儿,征求孩子的同意,女儿说想要妹妹, 对此,她表示无所谓了,顺其自然,毕竟生男生女,相信都会是林峰与太太的最爱,希望林峰与张新月能够在今年造人成功,没想到林峰居然这么大方回应这个消息,看来她心情不错,和张新月婚后的生活过得很愉快,对女儿也非常宠爱,才能让她产生再要一个小孩子的想法,林峰和张新月算是闪婚。 当年林峰和吴千宇分手后,家里人给她介绍了模特张新月,据说张新月是她一个亲戚的好朋友,所以知根知底,没有想到两人很快就擦出火花,于是迅速闪婚,他们在婚后生了一个女儿叫格格,一个很可爱的小姑娘, 林峰还说自己想生二胎,是征求女儿同意的,女儿说想要一个妹妹,她自己则无所谓,男女都好。 林峰谈起女儿一脸慈父的笑容,都说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小情人,这话真的没有说错,她说女儿口才非常好, 现在的小朋友很聪明,而且女儿的性格比较乐观,比较喜欢音乐,很像自己。 林峰对这个女儿可真是含在嘴里怕话了,捧在手心怕衰了,她婚后和妻子张新月定居在上海, 让女儿上了一所贵族幼儿园,一年的学费就要二十万,竭尽所能地给孩子最好的教育。 据说林峰最近因为保护女儿脚受伤了,她也笑了笑回应,表示没什么,说原本自己是抱着女儿的, 但是不小心摔跤了,那肯定要保护好女儿,于是自己的脚扭伤了。 她还表示平时在剧组拍戏的时候也是小伤不断,这点伤不算什么的,恋爱长跑无疾而终,林峰出生在厦门的一个富裕家庭, 她的父亲人称厦门李嘉诚,可见她的家底丰厚,不过林峰志不在经商,而是喜欢文艺, 于是她早年间到香港发展,林峰由于外形条件好长得帅, 在香港娱乐圈开始展露头角,打拼出了一席之地,她在歌唱,演艺全面发展,歌唱得好,戏也演得不错, 很多经典港剧都有她的出演,林峰最出名的一段恋情就是和吴谦语的, 林峰在2013年公开与吴谦语的恋爱关系,还经常高调秀恩爱, 但这段恋情却在2018年结束,当年他们的爱情可是轰轰烈烈,林峰看着吴谦语的眼睛里都有光, 甚至林峰还大放在媒体面前表白吴谦语,连说七个好爱好爱谦语宝贝, 足以见得当时真的是很爱的,她带着吴谦语逛街购物,给她最好的物质生活, 简直把这个小女友宠上天,两人恋爱长跑多年,原本大家以为他们肯定会结婚, 但是却突然宣布分手,不过两人也算是和平分手,当年她闪婚张新月, 有网友猜测张新月是不是小三,吴谦语还大放帮忙澄清, 在媒体面前说她和林峰确实已经分手了, 还有传言说是因为吴谦语经常让林峰给她买各种奢侈品, 奢侈的作风让林峰父母心生不满,极力反对儿子的恋情, 最终导致两人分手,如今吴谦语也另嫁他人, 对方是香港富三代师伯雄,两人爱好相同, 都喜欢户外冲浪,属于是可以玩到一起,吃到一起的情侣了, 吴谦语今年八月份和施伯雄将在意大利举行正式婚礼, 之前在香港举办的是订婚仪式,所以比较简单低调, 正式的婚礼肯定是非常盛大隆重的, 婚姻爱情真的是需要缘分的,能在一起恋爱那肯定是相爱过的,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没能结婚也挺遗憾的, 不过现在两人都各自安好,林峰过上了他想要的温馨家庭生活, 有女万事足,吴谦语过上了和伴侣无话不谈, 开心自由地生活,遇到了真正懂他的人, 回看他们的一胎还历历在目, 19年年底,40岁的前TVB小生林峰在微博宣布 与比自己小十岁的内地模特张新月结婚, 并表示人生进入新阶段, 之后不时便传出张新月怀孕消息, 20年港媒再次爆出张新月已怀风肿八个多月, 还透露他正留在香港安胎, 对于林峰快档爸爸一事, 林峰公司负责人向媒体表示有关他的私人事, 没有回应,张新月被网友拍到他腹部威龙疑似怀孕, 当时林峰未有回应, 但他的堂妹林夏威出席活动时, 被追问有关堂哥快做爸爸一事, 他似有暗示地说我觉得我被好多人抢先, 比我晚结婚的,都比我早有孩子, 后来张新月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一段自拍时, 视频,视频中的张新月剪了俐落的短发, 皮肤白皙细腻, 虽然张新月的肚子没有出镜, 但还是能看出他身材锋满了许多, 和以前高挑纤细的样子不太一样, 韵味十足, 之前林峰的堂妹出席活动, 被记者问到林峰是否马上要当爸爸, 林夏威没有正面回应, 但他表示比他晚结婚的都比他早有小孩, 意味深长, 港媒称, 张新月怀孕后在家中的地位更上一层楼, 公公婆婆都非常开心, 大放奖励儿媳许多珠宝首饰, 林峰的妈妈因为疫情没法陪在张新月身边, 还特意请了两个月嫂帮忙照顾, 对儿媳相当宠爱, 张新月模特出身, 曾获得全国时尚内衣模特大赛的亚军, 外表精致艳丽, 他和林峰在2019年年底结婚, 两人在社交平台上晒出带钻戒的牵手照, 林峰更是称张新月为我的夫人, 甜蜜程度爆表, 但张新月婚后的生活却不是一番风顺, 他经常被一些网友拿来, 和林峰的前女友吴谦宇比较, 他们分手两年后, 林峰有了新的家庭, 吴谦宇也有了新男友, 但仍有一部分网友觉得张新月比不上吴谦宇, 还留言恶评让他别再模仿吴谦宇, 让张新月相当火大, 直接开麦怒对麻烦某人的粉丝请自重, 如今张新月都有了和林峰爱的结晶, 这段复杂的四角关系应该也终于要结束了, 在事业上林峰也在努力打拼, 林峰前段时间一直忙着为新歌做宣传, 看得出他非常重视自己的歌唱事业, 不过这几年因为忙着拍戏, 他投入到歌唱领域的时间并不多, 因此引起了歌迷们的不满, 林峰接受访谈也是大谈近况, 他表示新歌是好友为其量身定做的, 所以有一定的意义, 而对于这首歌林峰也很偏爱, 还专门找了圈中好友周秀娜参演自己歌曲的恩兵, 这也是给观众带来不少惊喜, 提到今年的发展计划, 林峰直言希望把更多的精力都放在歌唱领域, 未来几个月还会陆续发新歌,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此外,林峰表示在年底将会开巡回演唱会, 不过目前还没有谈好细节, 希望不久的将来也能够向歌迷发布好消息, 其实再次踏足舞台, 对于林峰而言也是有一定挑战的, 始终她的体力已经大不如前, 加上很多影视剧的拍摄任务也是颇为繁重, 同时兼顾起来着实有难度, 不过重新做回歌手, 林峰很兴奋, 始终唱歌是她的兴趣, 而且在TVB同期的小声里, 林峰的歌唱实力是获得大家认可的, 曾发过多张专辑的她在此方面真的很有潜力, 对于是否会考虑再回到老东家TVB拍戏, 林峰虽然有想法, 但表示要看档期, 剧本以及合作拍档, 多方面因素加在一起, 想来也是非常不容易, 前不久因为照顾女儿, 林峰不小心扭伤了, 还一度伤及筋骨, 她也是花了一段时间才能够正常地走路, 自肠年纪大的她直言身体的恢复能力大不如前, 所以还是需要多多注意。